人其实最重要的就只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管理好自己的能量 能量高了什么都不是事 能量低了什么都是事 所以要学会调频调整自己的能量场 我认为能量场是分为三个层次的 第一层就是你的外在环境 你的工作环境你的生活环境 每一天你待的最久的环境 一定要把你的房子你的办公桌 你的车里收拾的干干净净 把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断射离掉 创造出你待在里面会感觉到平静喜悦 有安全感的空间 第二层就是你的圈子 你所接触的人 他们也会构成你另外一个环境 要多跟一些积极主动的同理心强热 宽容的人在一起 不要靠近那些骄傲膨胀 欲望很强烈力气又很重 因为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你也会慢慢成为什么样的人 所以那些有不良生活习惯的 活得乱七八糟的负能量满满的人 要断舍离掉 第三层就是我们的内在环境 我们的意念和信念 每一天我们接收到的信息 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 都会潜移默化地变成了我们的思想 还有信念 所以非礼物是非礼物听 不管那些话有多么正确 只要他在贩卖焦虑还有恐惧的 统统都不要听 也不要去看那些会调动你的悲伤和内疚的东西 要去跟过往的伤痛去进行和解 还有转化 要让自己从悲伤转为宽容友爱 断舍离掉低能量的起心动念 可以去看一些开悟 高智慧的人的话 比如说饶子的道德经 佛教的金刚经等等 放在家里随时读一读 都可以很好地提升你的能量 这个能量图 你们可以看看你到底在哪